那个老虚嘛 人的头虚嘛 要是能够看得见了 就看见到那个血管 那里弄得跳 都看得见了 你怎么叫他死人呢 他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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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虚的才做的 你看那里嘛 那一起叭哭哭了 慢点多呀 重庆男子死后离奇复活 三十多年重生一百零八次 无一例外 全在头七那天死而复生 失足溺水高空坠落 摔到脑浆泻射 无论多众的伤势 死人都拿他没有办法 村里人都认为 这是哪位神仙下凡力竭 阳王爷都要给上三分不灭 难不成他真的拥有不死之身 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在重庆善广乡的一个小村庄中 有一个奇人名叫黄忠泉 此人能够死而复生 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各大媒体都争相报道 据他家里的姐姐回忆 黄忠泉最早一次复活是在八岁 那天中午放学回家路上 不小心半了一跤 爬起来之后 边怪叫边狂奔 突然开始撞向路边的石墙 同行的小伙伴跟上来后 压在黄忠泉身上制止了他的行为 但是此时黄忠泉的面色 在一点点消失 紧接着四肢变得僵硬 其父亲闻讯赶来 连忙用手在他鼻子上探了他呼吸 这活生生的人转眼就没了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黄家人难以接受 家人把黄忠泉的尸体停放在一个破棘之中 打算在太阳落山之后下葬 就这样黄家人围坐一圈守着尸体 母亲哭得痛不欲生 时不时看上儿子一眼 突然发现儿子的面色竟然愈发红润 已死之人竟然活过来了 吃饭走路和之前并无二样 一家人欣喜若狂 一时间没人在意到底是什么原因 就这样生活了几个月 大约到了冬天 一次上田地里给父亲送斗笠 经过一处水塘时 不幸脚下一滑 整个人头朝下栽进水塘之中 严谨八岁的黄忠泉无法自己挣脱 再逼人帮助下载得以上岸 可是上岸后呼吸已经停止 就在大家以为死定了 直至在三个小时之后 黄忠泉竟然再一次复活了 经过这一次之后 家人们把黄忠泉的情况 说给了村中的赤脚医生 医生听了说绝对不可能 那时的黄忠泉一定是昏迷 绝不可能死亡 然而就在这之后 黄忠泉每年都会死伤一两次 最短活过来需要一个小时 最长的一次是三天 然而一天中午吃完饭之后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重庆男子死后离其复活 三十多年重生一百零八次 无一例外全在头七那天死而复生 失足溺水高空坠落 摔到脑浆泻 无论多众的伤势 死人都拿他没有办法 村里人都认为 这是哪位神仙下凡力竭 阳王爷都要给上三分剥灭 难不成他真的拥有不死之身 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一天吃完午饭之后 黄忠泉急匆匆的出门了 来到村口的橘子树下 停下了脚步 原来是想整点饭后水果 最后双手双脚并用 麻利的上到树叉之中 然而他的脚却被卡住了 一个没抓稳摔了下去 头朝地摔得不省人事 家中的人得知消息 急匆匆的赶过去 家里人一看这次伤得这么重 连忙去找医生救治 索性村里的赤脚医生就在附近 医生看到了之后 觉得存活希望渺茫 家里人健壮 要求医生将伤口缝合起来 死马当真活马医 该用到的药物一样不辣 之后将黄忠泉接到家中 黄忠泉死了两天 家里人就像没事人一样 照样下地干活 也不准备生后事 村里人都好奇 这家人是怎么回事 母亲却说不要紧 过不了几天就会活过来的 村民们以及参与救治的医生 都认为黄忠泉没救了 纷纷劝说赶紧将黄忠泉入土为安 而母亲却两耳不闻窗外事 在黄忠泉死后的第三天 专门吵了儿子最爱吃的炒南瓜 坚信儿子黄忠泉马上就能醒过来 可是直到晚上都没有动静 到了第四天 黄家人终于慌了 由于之前的几次复活 最多都不超过三天 这次明显出现了意外 黄家人寸步不离地守候在黄忠泉的床前 人死不能复生 这是自然规律 而母亲却仍然坚信儿子还可以复活 直到第六天 仍然没有丝毫动静 别说是死人了 就算是个活人 六天六夜不吃不喝 那也是足以致命的了 眼见希望渺茫 附近开始考虑给儿子操办后事了 等到族人到期之后再下葬 母亲却仍然心怀希望 他觉得人死后24小时 就会出现失斑 而黄忠泉的身上没有任何变化 他决定最后再等一天 如果在最后这一天儿子仍然没有复活 他就不再勉强 然而就在头七那天家族的人已经到期 但诡异的事突然发生了 他说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 都以为他死了 他就把那个盖子 那个波及都把他停起了 都死了 以为是 他结果到了一两个小时 他又回火转来的 又好了 又慢慢的脸的牌 都是清理后来都慢慢变红的 重庆男子死后离奇复活 三十多年重生一百零八次 无一例外 全在头七那天死而复生 失足溺水高空坠落 摔到脑浆泻射 无论多重的伤势 死人都拿他没有办法 村里人都认为 这是哪位神仙下凡历劫 阳王爷都要给上三分剥灭 难不成他真的拥有不死之身 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面前这个正在擦脸的男子 叫做黄忠泉 他刚刚从鬼门关走过一遭 从树上摔下摔得头破血流 当场没了呼吸 却在头七活了过来 这件事被曾经参与救助的医生得知 来到了他的家中 询问他这七天都经历了什么 经过医生询问 父亲黄祈云发现 儿子每次死亡前 都会捂着脑袋大喊头痛 这会不会是黄忠泉复活的关键呢 这令父亲回想起 儿子出生第二天的情况 拳头捏得很紧 牙齿也紧紧咬住 手都掰不开 只是当时家境困难 住得又偏僻 只是在附近找了个土医生 熬了些草药汤 当时喝完儿子就没事了 邻居们都说 他儿子是得了母猪疯 算命地称 这种症状过了45岁 自然就好了 这事传开了之后 城里的亲戚不相信这迷信的说法 于是给黄忠泉联系了医院 到了医院之后 做过基础检查 连过血压 最后带上专用仪器 检查了头部核磁共振 根据结果来看 黄忠泉的头颅里面 完全没有血肿 当时从树上摔下来时 也只是轻微骨折 并没有谣传的脑浆都摔出来了 病因得出来是癫痫 由于癫痫发作时 血压升高 心跳加快 呼吸也会变得急促 发病结束后 心跳慢慢地变得微弱 呼吸正常人都察觉不到 这才导致了离奇复活的乌龙 但是黄忠泉是怎么样 在昏迷中撑过七天的呢 原来人在昏迷时身体机能至保留最基础的需求 心沉代谢比较低 再加上母亲要求赤脚医生给黄忠泉打的药 补充了黄忠泉七天内最基本需求 从而让他撑了过来 所以世上并没有什么起死回生的法术 有的只是人们微弱但闪烁着的求生本能 虽然黄忠泉的癫痫由于患病时间过长 已经失去了治愈的希望 但是这并不影响黄忠泉幸福的生活 好了 今年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什么想法可以打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感谢你的耐心观看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